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講人講事》 又是圍繞一群狗官宣傳政改 行政會議成員陳志思立 一位太太說了一句是否要中央幫你娶太太 這是對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基本法說明香港普選是香港人內部的事務 這是香港人的事 根本就不需要中央批准 這些事情很奇怪 老平也說過了 2007年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以後是香港人的事 為什麼要阿爺批准呢 我們2004年釋法 人大釋法 將政改三部曲變五部曲 現在中央有權否決 很離譜 當時有人遊行、有人抗議 但始終不成氣候 因為當時大家都不太知道民主有普選 但到現在居然有人跟你說 要這樣這樣的 我現在選完再讓你選吧 民主在哪裏呢 又是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現在跟你說 喂阿靚妹 現在我讓你自由戀愛了 阿爺不是那麼封閉的 不過我選了你才可以選 第一個呢 100歲 第一個90歲 第三個是兵的 第四個是楊偉的 那你選吧 你叫人怎樣敢呢 有人就說 林鄭就說 其實你廢票都可以造成一個政治壓力 生氣了 你現在沒有政治壓力嗎 至少有150萬人 有些團體就保守估計 有150萬人都參與過這個雨傘革命 但政府的態度是怎樣呢 有沒有作讓步呢 那也都可以說回 再前一點 6月的時候 80萬人參與這個公投 就是關於政改的方案 那個條路怎麼走 80萬 政府有沒有把它當成一個民意和政治壓力呢 沒有 那現在林鄭就說 廢票是會有政治壓力的 你信不信呢 那首先我作為一個很普通的香港市民 亦都聽慣政府說謊的香港市民 我就不信的 那我們是不是還要聽她說謊 繼續聽下去呢 聽多久呢 其實這個是你決定的 香港人 你覺得她好聽的 你就繼續聽支持這個政改 你待一世 有政府官員是會循序漸進的 是會所謂優化的 但是政府都說明了 我們承諾不了任何什麼 怎樣優化也不知道 民建聯主席最大黨就說 你覺得北京會改嗎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你都覺得 北京不會改 如果既然是一個親建制派的人說出來 是成建制派 就是說北京不會改的時候 我們還憑什麼會信 可以先代住呢 可以有優化呢 說不定這個一代一世 那 你想你了 那我覺得政改是千萬千萬不能先代住 其實看得出市民的反應是怎樣的 因為 我們見到很多的官員落區的時候 都遇到很大的阻力 當然人說這些是所謂的 林鄭說這些人事阻礙和市民溝通 那些不是市民嗎 反對的就不是市民 其實這個很恐怖 跟大陸一樣 行人民民主專政 就是說 你是我們那邊的就民主 你不是我們那邊的就專利 就是這樣 有什麼分別呢 香港是絕對不可以是這樣的 我希望這麼多的市民 真的可以走出來 不要再說算了 關什麼事普選 沒有就沒有 又或者過著先 過著先 他跟你說是先代住先 過了先 但是過了之後 都是那句中國人經常說的 就是說 神仙過了海 就是過了海就是神仙 這個是一個很… 當然覺得又是這句 但是老生常談 這些道理永遠都是這麼悶 都是講完來講去都是這一套 所以你信不信呢 希望這麼多的市民真的走出來了 我們一起爭取2017年 我們可以一人一票去提名 和選我們的特首 也都要跟政府說 我們要在2017年 拿回民主回來 我們要否決政改 否決政府提出這樣的 仆街和慘慘方案 希望政府 聽到我們巨大的民意訴求 收回那個傻屌方案 我們是絕對不要這樣的仆街方案 希望政府… 即是那群狗官 政府那群… 都不是人 那群狗官 聽一聽我們的訴求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